看過了三項與客室內的物品有關的發明後 接下來讓我們看看客室外的物品 給了同學們什麼樣的靈感吧 現在讓我們歡迎高一電擊衣的番鼠小隊 他們帶來的發明是 全開風水系掌聲歡迎 各位平常老師 各位學生 大家早上好 這是我考慮這一組的創意的一個題目 噴災供水期 我是主講者李凱瑄 她是邵瑄 俊陽 還有春賢等試驗 我們做這個有她的題目 第一個 我們善用天然資源 我們利用雨水來灌溉我們的花 因為雨水的營養價值也比自來水的營養價值來得高 第二 我們節省能力 有了這個製作 校工就不用在放假的時候幫我們99班交往 可以省很多能力 第三 可以降低學校的水費 我們學校的水費將近一萬塊 有這個東西一定能節省 就是接下來我講的頂部構造 我們用一個印製的塑料筒 這樣子 為什麼要用印製的 因為它比較容易固定 它可以鎖螺絲固定在架子上面 然後 我放一個5.5L的寶特瓶 可以說用廢棄的形 然後我們在上面排一個洞 那個洞是排水的 就不要給水位太高 因為水位太高的話 那個蚊網 上面會有一個蚊網 如果水位太高的話 蚊子就會在上面直升 所以我們水位到那個排水洞就會排掉 然後後來我講它底部 它底部 有四個排水的洞 因為旁邊有縫隙 如果沒有它排水洞 下雨它會流水寄在那邊 就會什麼的事 所以我站在底下開了四個洞 讓我會激水 然後在底下 鑽的那個是塑水軟管 讓我的水導通到我的花朵 盆栽裡面去 中間呢那個是 那個是一個調節一條管 它能調節它水的水量 它不能流到塊 看你盆栽是種什麼 類型的植物 才能調節 接下來我講它的操作方法 當下雨的時候 它這個東西就會開始操作 它中間就開始儲存那水 當水位都高的時候 它會從旁邊的排水孔排出來 然後當它有水的時候 它就會通過塑水浪管 把水送去盆栽裡面 即便是沒有下雨 只要桶裡面有水 它就能照常操作 我的演講到此為止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